反正就照這個方式 點下去 想那個滾輪往前推 它也會放大 你可以稍微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需要做到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改幾個版本 我建議各位 其實版本管理在Eclipse裡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因為版本管理 在Visual Studio 它的版本管理 其實做得蠻好的 但是在Eclipse 如果你要做版本管理的話 該怎麼做 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下個版本的話 你可以這邊按右鍵 我自己的習慣是複製一下 再把它按右鍵再貼上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專案名稱 那如果說我要做三種變化 我就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底線01 底線02 底線 就有做三種變化 按確定就可以 那比如說第一種變化 它這個就是從這邊來的 那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 假如我要做 類似像怎麼樣的效果 就是按下那個按鈕之後的話 除了裡面的字 改變之外 那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上面的字改成紅色的 並且字放大 成為大概40點 OK 那怎麼做按下去 不是 不是 這個 我把這邊先全部關閉好了 這個全部關閉 這個專案應該是這一個 換顏色是這一個才對 這個是換顏色的 再弄一下 那有三種版本 一個是換顏色 一個是切換 一個是次數 那這邊的話 做出來我們來看一下 奇怪 怎麼沒動 換顏色 再跑一下 它已經在前面了 這個還是 OK OK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sauce部分 好了 那這個sauce裡面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要更改顏色的話 我們只要做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 在按下按鈕之後的話 更改什麼 更改裡面的什麼呢 Test Color 所以其實這一行很簡單啦 你要改顏色就點一下 set 如果更改就set Set T Test Color 所以Test Color在這邊就有了 那特別注意 底下這邊就有好幾種顏色讓你可以挑選 那顏色的部分 這邊我按個Enter 它會跟你一樣有個Color 那Color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給16進位 不過我建議各位可以用內建的 因為在Android裡面有一個內建的顏色 那內建顏色的話 你要怎麼去取得那個顏色的範本 其實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Enjoy 以後的話 內建的範本 都是Android開頭 點一下 它這邊會有一個Enjoy的什麼呢 Enjoy的點Graphic 你就打一個G好了 Graphics 點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Graphic裡面呢 還有包含什麼呢 顏色 點Color 按Enter 再點一下之後這邊就有很多顏色讓你選 比如說要紅色的話 我就Enter一下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取得紅色 你可以打16進位 16進位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雲端上面的話 這邊第一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的話 你除了說 可以用這個方法之外 上面有16進位字 你可以打一個0X 然後呢 顏色的部分的話 比如說紅色的話 就是 比如說 4個F 4個0 OK 或者用這個 不過我覺得 比較建議用下面這種 再來的話呢 字的大小 就是TestSize 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是給一個 符點 給一個符點值 所以 也是一樣 你就點一下 Set Set什麼 Test Size 打一個 S OK 然後這邊的話 就可以 那特別注意 將來各位慢慢習慣 就是你當你輸入的時候呢 請注意一下 看一下 相關的說明 其實如果你程式不要bug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他要什麼 資料形態 你就給什麼形態 比如說他這後面是一個 Froars 所以你就把它點兩下 或者按Enter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給他40 加一個F 加一個F 才是符點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個時候的話 你把它save 再直接怎麼樣 再直接去執行它 直接run 你可以直接run上面 直接上面也可以 或者直接按右鍵 去執行它 直接把它 重新compile 然後他這個地方 會產生一個APK檔 並且丟過去 這個應該OK了 有沒有 顏色就改了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說 顏色換顏 所以這邊 只有兩行 需要變更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變化題 是我這邊 再把它改成什麼 假如說我今天的需求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當我按一下 是您按一下按鈕 再按一下的話 又恢復 請按按鈕 的話 該怎麼做 這邊的話 一樣 我們這邊 打開我的sauce 然後 這邊的話 其實 我是增加一個booling 這個booling值的話 就是說 判斷 預設值 我給它觸好了 這地方 它的 這個資料形態 是booling 那底下的話 本來 是這一行 對不對 我在這個中間 加入一個 邏輯判斷 我想java 這個部分 各位或者在市議員 也類似 就是if if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是b 那b預設只是true 對不對 所以true的話 會先跑這個 這個邏輯 有沒有 就是您按一下按鈕 然後呢 再把什麼booling 本來是true 改成什麼 改成false 有點像開關嘛 那我現在把它關掉了 所以下一次 再按的時候呢 會跑這個邏輯 請按按鈕 有沒有 第一次改成這樣 下一次的話 改成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把這邊 再把它改成true 就開關一樣 好 程式打完之後 把它save一下 那一樣 再把它 跑一下 最後跑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 它會把它compiles 02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如果我有修改 save之後 它就會幫我 再丟過去 把apk丟到模擬器 裡面run 這個時候的話呢 按下去 有沒有 您按下按鈕 再按一下 請按鈕 再按一下 有沒有 不就一個開關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也是java的東西 其實這個根本就是java 所以其實 你說學enjoy 不就是學java 你java底子 不好的同學 請你把 java學好 這個就會寫 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java的邏輯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按一下 按一下 它會有技術 技術器的話 那我怎麼 再來就是寫一個 所以 版本控制 我剛剛講 再貼上 3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 改哪一些 就加一個 這個控制 這個控制 這個控制是一個整數 一個整數的 一個控制 一個變數 然後我就用控制加加就可以 後面的話加上什麼 控制 您按一下 幾次 如果我今天希望改成幾次的話 那我就把控制放在這裡 Safe一下 我們一樣 再把這個 第三個 Hello World 03 直接執行過來 OK 那一樣 它會把它compile 成APK 那特別注意 其實APK就是一個 ZIP檔 如果你把那個 APK 把它 改名 負擔名改成 ZIP的話 裡面 你就知道他放什麼 而且甚至他 還可以繁阻 他有機會再講 OK 然後按一下 一次 有沒有 您按一下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所以會有三種變化題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三種變化題 如果說你的 Java程式不熟的話 第一個在這裡 第二個在這裡 有沒有 建議一個這個 Booling 第三個在這裡 OK三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大概我們就是 完成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就是了解 各位的一個 學習需求 跟一個 學習的狀況 第二個就是 環境建制 所以 請各位 如果你今天有下載的 請你一定 務必存在隨身碟 不要再下載 不然下次來上課 你又要再跑一次 下載一次 會太花時間 你就直接存在 看 或者這邊一碟 如果沒有還原的話 那下一次來 怎麼樣 你就直接 可以walk 不用再 有沒有 只要設定一下 Android環境 我們就可以不用再搞環境了 對不對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Hello World 跑出來 模擬器跑出來之後的話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三種變化 所以今天的話 大概就跑 四個 四個範例 不過其中 就是 也是Hello World的變化 那下一次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會繼續 來看那個 第三章的部分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 可以看獎益的第三章 和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三章的 基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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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件的設計 包含就是多按鈕 跟那個 一些 原件的使用 我想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第三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想第三章 如果速度快一點的話 隨便還可以再講到那個 第四章的部分 第四章的話 就是訊息 顯示 相關原件 部分 訊息相關 OK